有一個獵人放了一個很小的龍 一個鐵龍 鐵龍裡面放了一個蘋果 猴子看到的時候 就把手伸進去鐵龍裡面拿著蘋果 但是當他拿著蘋果的時候 他的手拔不出來 因為他拿著蘋果 那個獵人的設計就是 那個鐵龍剛剛是夠一隻手穿過 當猴子的手拿著蘋果的時候 他拿著蘋果,不肯放手 在那裡掙扎了很久 也不肯放下蘋果 最後當然了 他的手不放出來 那獵人經過 看到他被鐵龍勾住了 就很容易地帶走他 最後這個結果 這個猴子的下場就是 他餘下的生命都是受捆綁 所以他很容易地帶走他 那不是誰 這些瘋子的下場就是 那個炸彈 也不肯放ge 所以我就知道 今天他在這兩天 也生活著 不肯放在這裏 就像一個永遠的 不肯放下來 就會知道 那裡iritual靈之後 在這裏 我要做到的 這裏 她也會做好 然後他還會做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摄影视频 Hot audience Gemente 所以最後阿伯拉罕就有一個智慧決定 就說不如我們分開吧 因為我們擁有的太多 如果你去東我去西 你去北我去南 阿伯拉罕被羅德做了一個選擇 你去哪一個地方 我就反方向走 當年羅德見到 索多瑪和俄摩拉 他見到這個城市是很青綠 這個城市很繁榮 所以他就跟他叔叔說 我要去這個方向 所以他跟他家人就搬去 索多瑪和俄摩拉這個城市 而阿伯拉罕就向相反的方向走 他們從此就分開了兩個地方 但是這個地方是一個很罪惡的城市 很多的不道德在裡面 很多很恐怖的很邪惡的 都在這個城市裡面發生 所以到就是有一天 神的容忍已經到了 神不能夠再容忍這個城市 長期這樣去犯罪 所以神決定就要毀滅這個城市 effectivement 神決定這個城市 如果我們爸爸是故事 好 这是他们的信息 接着到了第二天 他们还不肯走 天使去吹逼罗德 他说你们立刻起床 带着你老婆 你两个儿女离开这地方 免得因为这个城里面的罪恶 你的家人一同的被毁灭 纵使天使叫他走 他给他时间走了 睡到第二天也不肯走 天使就来和他说你们快点走 但是,當天使第二次再叫他們走的時候 但是羅德是延遲不走 羅德和他家人不走是有他們的原因 總之,天使一次、兩次、三次叫他們離開這個地方 他們仍然不願意離開這個地方 他們仍然要住在他們現在覺得舒適的一個地方 所以,二人因為耶和華連率羅德 所以,最後是怎樣呢? 是天使拉著他們家人的手,拖他們走 他們是不願意走的,大兄姊妹要注意一下 他們知道要走,但是他們不願意走 他們有他們的原因,為什麼他們不走? 但是,最後,神不能夠再等了 天使就拖他們出去,拉著他們的手,讓他們離開 我們看到就是領他們安置在城的外面 第十七節我們繼續看,好嗎? 領他們出來以後就說透明白 帶他們出了醒,接著他們繼續往前走,是不是? 那我們一路看看的時候,就是 羅德也有跟他們說,我要去哪裏 你帶領我,保守我,是不是? 我們再看,二十一節 我們再看二十一節 天使最後也答應他們,如果你去這個地方 我們的神就不會毀滅你 你會安全去到這個地方 你和你的家人有一個重新的開始 你和着陸 There'll never garder 你帶來放這邊 就要來禁止 要去一個內軍instagram 現在套錢 Wang的長男子 要去哪裏 那裏 正在 Yahoo 祂彭神 第十九章 天使跟他说得很清楚 主要是她不过一个人 一定是符合的 但是有些缘故 罗德的老婆向后望了 她回望了 变成了一根盐柱 变成了一根盐柱 到底如何解释这个记载呢? 罗德的老婆实际上真的变成一根盐柱 还是什么情况呢? 有些神学家做一些研究 说到它实际上变成了一根盐柱 郭文貴議員 這個我們不知道 但是最後我們知道她老婆是死了的 她老婆去不了 神要祂本來要去的地方 因為她回頭 因為她好想著她的過去 最後她是不能夠去到 神要祂去的地方 上帝要求祂不斷地要向前走 上帝要求祂不斷地要向前走 我們是否有所謂的 我們都要犯那個罪 最後你犯那個罪被人發現了 好冒免了 好丟臉 好丟臉 這個罪被公開 我們是疑惹 至少你們身為人 聖 Volker 你看到羅德的太太 他在《新約聖經》裡說 千萬不要像這位女士般 常常想我們的過去 其實有人說 在生命裡的不變 生命裡唯一的不變 就是我們的生命常常都會改變 我們每一天 我們都要面對著不同的改變 當我們年輕的時候 長大的時候 可能面對讀書 可能面對工作 這樣對心點 會更好 我們還會更好 就這樣就有一個魔法 就是過去所叫做優惠 那你會更好 你會更回家 那你會更好 你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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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會更好的 他真的喜歡 你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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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會更好 你會更好 那你會更好 你會更好 那你會更好 你會更好 它們要更好 她的婚姻如何?她有没有钱买楼? 她的生活如何?她煮饭行不行? 她有没有煲汤呢? 所以我们做了,我们子女结婚之后 我们担心她们是否吃得不够营养呢? 还是怎样呢? 不时会想起她们,煮些东西给她们吃 或者煮一些好汤,送给她们 当子女大了,有孙子的时候 你又要重新适应 怎样臭孙子呢? 怎样去帮助我们子女呢? 是子女自己会搞定呢? 还是怎样呢? 然后那些孙子大了之后 最后都是剩下你自己一个 或者两个老人家 时间多了,又不用工作了 屋又不用工了 怎样算呢? 天天24个小时 无线卫星台都看到门了 电视都给你看烂了,是不是? 究竟做什么呢?天天? 我人生要做什么呢? 那时候你又要适应这个转变 开始你觉得很自由 经济很自由 时间上很自由 不用照顾孩子,不用照顾女儿,不用照顾孙 钱又不是太不够 又可以考虑去旅行 或者买一下东西 买一些奢侈品 或者平时你买不到的 现在都可能有些多余钱会买一下 但是过了一两年之后 你又觉得很无聊这种生活 究竟我在这里做什么呢? 就算当我们进入退休的时候 五十多六十岁,甚至六十五岁 如果神将我们的生命 可以活到七十岁,七十五岁 你还有十年,十五年 甚至二十年的生命 弟兄姊妹 五年,十年,十五年 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如果你的计划 只是想着用十五年来退休 我可以说你会非常辛苦 你会非常不惯 头两个月你会很兴奋 因为真的很自由 再过多两年的时候 旅行已经不可以令你兴奋了 在这个很多老人家的身上 我看到他们有钱去旅行 但是去旅行的时候 不会再有任何的兴奋 就算买车,买标,买衫,买褲,买鞋,买袋 都不会有任何兴奋的状态出现 因为已经习惯了 他昨天一nd有名的儿子 不是点小时 那我说,如果真的买了 我从这一年去 看起来的我carry 我就说,现在大人做了 他就会做的 他就会做的 他就会做了 杀人大做的 是不是? 一切随便 过去 他就很少 计划 那次被估计 帕经这些年 如果在这十年十五年里面 我们是无目的去所谓的享受 或者是正正的去退休 我相信你很难顶的 这十五年非常非常难顶的 所以我们看到生命是很多的变化 甚至乎当你进入半退休状态 你都要面对很多的改变 很多的变化 你身体上的变化 你心境上的变化 教会的变化 人际关系的变化 你和你先生太太的变化 但是有时我会发现 甚至乎包括我自己在来 我们很喜欢常常回头看 我们旧时做了什么 但是我们就不会想 剩下的五年十年十五年 我们究竟要做什么呢 我时间多了我钱多了 我究竟要做什么呢 我们太在乎过去的美好 但是我们常常低估了 神给我们一些新的祝福 在你这个生命的阶段里面 神在你前面的三年 五年十年 已经为你安排了 你知道吗 神要你做些什么呢 有时候当我们要得到神的祝福 我们要去回应 神给我们 祂要我们做的事 但是如果我们常常往后看的时候 我们就会错过了 神给我们新的祝福 你生命是不断在变 你身边的人不断在变 所以我们都要去适应这些变化 当我们很舒服 坐在一旁的人 你會覺得特別的困難 因為你已經很舒服 有時候當我們習慣了壞習慣 譬如這樣說 我們已經很習慣聚在一起的時候 就說人壞話 在人背後說壞話 我們已經很習慣很舒服 這個表現 但是當有一天要你改這個 做法 你會覺得很辛苦 當我們舒服了做一件事的時候 我們都不願意去改變 不論這件事是對或錯也好 你都不想去改變 當我們知道我們不斷犯罪的時候 當這個猴子 當他知道他要放手了 當他放手之後 他就真的有自由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些是不願意去放手 他願意繼續去習慣 當我們習慣了 當我們習慣了 在某一個狀態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去改變 因為變化是暗示了什麼呢? 變化是暗示了舊時代的破滅 過去是正正式式的過去 不論我們懷冕過去也好 過了去的就是過了去 所以有時候我們懷冕過去是很浪費時間 因為過了去的就是過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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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的江輝歲月 就是過去的江輝歲月 就是過去的江輝歲月 但是我們可以肯定 你今天和明天的歲月 是不是江輝 但是中國人很常 是活在過去的裡面 我們要去接受 我們有舊的習慣 就算我們在意象 我們在服侍著的弟兄姊妹 我們有舊的意象 我們有舊的 讓我們舒適的一些地區 當我們要變化的時候 那時候就意味著我們要付出 更多的努力 去進入一個新的境界 一個新的領域 所以弟兄姊妹 我們不要活在過去 因為神 已經安排了你前面要走的路 神要你面對新的事情 神要你用新的造事的方式 神有可能會帶力進入一個新的環境 神在你的前面 在我的前面 有很多新的未知在裡面 我們會看到很多弟兄姊妹 在屬靈上 在家庭上 在人際關係上 甚至在精神上 和健康上 都已經進入了停留的階段 好像去到一個 我們叫做平頸的位置 當你屬靈的成長很快 開頭的時候 慢慢到這樣就慢了 然後到某一個點 你就發現你的屬靈生命 你對神的認識 那些看著 是 你既是我的 你屬靈的 你會被人感染 那些看著 那些看著 像這樣 你會被人感染 那些看著 你會被人感染 然後呢 你會被人感染 我會被人感染 你跟老公、老婆、妻兒的關係都會上一個瓶頸位 你不覺得你的家庭再親密了 你覺得你的家庭是維持現狀的狀態 是沒有成長的 不論你結婚多久都好 你的家庭都是一路一路的越來越和諧 越來越有愛心 越來越多的包容 越來越多的忍耐 可能有很多的磨擦 但是大家互相的去遷就 互相的去成長 可能你的家庭已經進了瓶頸位 可能你跟弟兄姊妹的人際關係 進入瓶頸位 茶經班的弟兄姊妹 你不是不認識,但是不熟 你知道她是誰 你都會跟她吹水 但是一些關係是沒有前進度 好像認識很多的朋友 但是當你有問題的時候 你真的不知道打電話去找誰說 這個代表有一些人際關係 如果自己拍拖 就是需要和自己逃避的行為 他,他有可能有一個情緒 很有可能 當你有機會 如果自己拍拖 可能會有機會 他們是否先進去 包括你們 這時候 就是一方面 你不用再打電話 你是不是要對 人選擇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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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不出你怎么去经历神 就是代表你的领受 你的祝福 是属于你的过去 是不是属于你的现在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 我们不要常常去往后看 往后看什么呢 有六点 我可以分享 第一点 不要像罗德的老婆那样 常常去回头看罪 我们不要常常去想 我们犯罪是多开心 是多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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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这个猴子那样 当他要捉紧这个苹果的时候 他就受捆绑了 当我们常常去想 我们犯罪是很舒服 是很享受的时候 你永远都不能够 在这个罪里面走出来 最后你整个生命是被捆绑 因为猎人已经抓住你了 你的生命会被捆绑 两年前你解决不了的事情 今天你仍然是解决不了 两年前你会因为某些人 某些事发脾气 今天你遇见同样的人 和事情的时候 你是发同一个脾气 甚至乎你的控制是更加的差 你发的脾气可能会越来越夸张 越来越严重 你的反应 两年前处理不了的东西 今天你也是处理不了的 所以严格来说 你不是活享今天 你是活享你的过去里面 因为你的过去 是不断影响你今天 而你的今日 是不断影响你的未来 所以你的过去 就会成为你的未来 所以未来的未来 只不过是你过去的重复 所以特兄姊妹 我们不要经常想 因为罪所带来的享受 在《勞家福音》里面 讲得比较清楚 在《勞家福音》里面 如果听到的 黄金池片的话 你也不一定会想 不想禁锁 如果录音店 你会想出去了 反对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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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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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兄姊妹,如果心裡你有仇恨有不舒服 我們祈求聖令給我們能力 過去的就是過去了 新的,新的是什麼呢? 你可以昨天跟別人吵架 但是在你們兩個關係裡面 神經病,神經病 今天要將你們兩個帶進一個新的領域裡面 祂要幫助你們的關係繼續的去建立 這個是神要做新的事情 神不是要延續舊的事情 神要在這個關係裡面做新的事情 弟兄姊妹,我們要仰望神在我們的生命的工作 接著這一點就是我們不要看過去的失敗 不要看過去的跌倒 每一個人都會犯錯 每一個人都會失敗 在生命裡面我們都失敗過很多次 人生中 失敗的次數總比成功的次數多 再有能力再成熟的基督徒 都一定會經歷很多的失敗 一個成熟的基督徒 一個有能力的基督徒 不是沒有犯錯的人 一個成熟的基督徒 是沒有放棄的基督徒 犯了錯之後 我們沒有生死 我們沒有 defenses 成熟的基督徒 既然我們是下 마지막剋棘的責任 可以宣付這個難度 Yunна 尊嚴 尊嚴 它跟川家瑜做的 就是要做出軌生 你不要跌在地上 然後你就永遠起不回身 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 或者有些未信主的朋友 他們生命裡犯了一些很大的錯誤 他們整個生命跌倒了 他們真的起不回身 他們面對不到自己 面對不到自己的家人 十年了,二十年了 跌在地上 仍然的 所以弟兄姊妹 當我們犯罪 當我們跌倒是OK的 是可以的 有一天我都會犯罪 但是當我們犯罪 當我們跌倒的時候 我們要跌在耶穌的懷抱裡面 意思是什麼呢? 當神告訴你 你是犯了錯了 你就願意在神裡面認罪悔改 重新來過 當神原諒了你的過犯的時候 神就忘記了你犯的錯 所以當你認罪悔改的時候 你有一個重新的開始 所以弟兄姊妹 我們不要紀念過去的跌倒和失敗 我們要求神 去幫助我們 走今天和明天的道路 最後一點 我們不要經常回頭看 已經過去了的成功 以及已經過去了的江輝歲月 我之前怎樣怎樣怎樣 我爸爸之前怎樣怎樣怎樣 我的兒子之前怎樣怎樣怎樣 或者我年輕的時候 我年輕的時候 我年輕的時候 怎樣怎樣怎樣 或者我小時候 我怎樣怎樣回教會 我怎樣服侍神 我去什麼事工 我去什麼宣教 我去什麼宣教 全部都是過的 過了的 過了的了 過了的了 過去的江輝歲月 是過了的了 今天你的歲月 是否江輝 很多的弟兄姊妹 都垂頭垂耳 過去有很多很多江輝歲月 過去我餐館做二十三千生意 都是過了的 弟兄姊妹 過去就有它了 過去就過去了 過去的東西是不屬於今天的了 是不屬於現在的了 過去的就是過去的 但是當我們成功的時候 當然我們可以慶祝 我們也很開心 我們可以開派對 是不是 我們可以慶祝 但是慶祝是短暫的 開心也是短暫的 我們不要長期回味 過去的那種 所謂的成功和江輝裡面 當我們常常回頭看 過去的江輝的時候 也都代表你今天 是沒有向前走 因為如果你今天 還是江輝的 和成功的 和精彩的 你已經沒有時間 想你過去江輝的歲月 因為你所有的精力 你所有的精神 都放在今天神要你做的事情上面 你沒有時間去懷緬過去江輝歲月 因為今天還有很多興奮的事 等著你做 你的生命仍然很有意義 很有目標 你知道你要做些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今天會辛苦 你仍然有很多路要走 但是很多的弟兄姊妹 我看到生命不斷地重複 起床、工作、睡覺 是說不出為何要活著的 我可以去做你的 你只要做這個 做一個人 這個實際、十字幕 你還有很多人 你只顧著它的 做一個人 你只顧著我的 представiment 就是你利用一個人 人們的電視 你也不喜歡 有很多人 我們都不喜歡 既然會有很多人 你不喜歡 你在這兒 你不喜歡 所以我們必須打開我們的眼睛 去接受新的事物 特別是從上帝而來 新的事物 我們的生命需要有新的突破 在你的靈命成長 在你的視奉的光臨 在你的視奉的光臨 在你的視訊什麼 파ors 你不可以再長期地受到自己不健康 你不可以長期地保持自己的飲食 是吃那些肥膩 不可以長期地保持不健康 如果你精神上 在面對很多的壓力 你必須的決定 你不可以長期精神上受到那麼大的壓力 你要有一個的轉變 你要有一個的突破 你不可以接受你今天 一個不然這麼好的情況 我們要祷告祈求神 神教你不要再做那件事 他就會跟你說 你現在要做些什麼 但是恐怕我們好像羅德的妻子那樣 雖然神已經告訴他 你要去哪一處 但是他仍然地 他仍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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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願意去面對現實 走 將來要走的路 所以弟兄姊妹 我們千萬不要誠意的往後看 我們需要新的增長 在你的家庭關係裡面 在你的人際關係裡面 你要新的增長 在你的愛心裡面 你有新的愛心 在你的侍奉裡面 你有新的突破 你不可以五年十年 都可以做同一個崗位 你有新的佩生 你給我唱 你給我唱 我有沒有歌 你給我唱 你給我唱 我唱 你給我唱 你給我唱 我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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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沒說 你發生 有唱 有唱 Nikolai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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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詳細時 大家多看 會不會有甚麼問題 我會不會 turbofan哥 就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你會不會有甚麼問題 你會不會有甚麼問題 沒有甚麼問題 我替你愛爛的話 我替你愛爛 愛你愛爛 我替你愛爛的事情 我替你愛爛的事情 因為這件事情 我替你我替你還替你愛爛 我們會看到一六三的結婚 我們會看到一群人 屬於生命不斷的成長 不斷的衛生 愛心越來越多 但是我們會看到這些人 如果我真的要我分享神的經歷 我會拿哪一件事出來分享呢 你那件事是多久之前的呢 弟兄姊妹 你那個經歷是多久之前 是不是在櫃桶裡面 是不是在櫃桶裡面 硬撐著你 然後找到 自己找個生日 我找個生日 你找個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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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教會有一個聖誕盤賽的晚宴 那一晚我見到很多人來 我見到教會裡面在這裡 事奉的工作人員要放兩台 在運動場,因為裡面爆得很厲害 本來我們訂了的都已經沒有位置坐 所以要去旁邊吃 在我盤賽的中間裡面 我自己走上樓上 現在樓上的AV房,我們的露台,我討告 我說神,為甚麼你要帶這麼多人來教會 每一年吃飯都是三百人,四百人 我開始祈禱我問神 你究竟要我在教會做甚麼呢 你究竟要我們教會怎樣去回應你 我們的教會怎樣去回應你 就是我們教會的每一個弟兄姊妹 怎樣去回應你 所以教會不是說教會的領袖 教會的意思就是我們每一個弟兄姊妹 要怎樣去回應你 我在上面那裡我討過 我看著幾百人然後我討過 神,你要我做甚麼 要我們教會做甚麼 然後神很清楚地跟我說 今天你看到有多少人來參加這個盤賽的晚餐 我就要每個禮拜有幾多人來教會去敬拜 那我突然明白神,原來你要這麼多人來教會吃盤賽 最後你的目標,最後你的旨意 是你要同等數目的人 每一個禮拜天去教會去敬拜和讚美他 當我聽到神這樣說之後 神,我聽到我明白 我明白你要我們教會做甚麼 求主你給我們力量 求主你給我們更多的愛心 更多的偉心 去做你要我們教會做的事 弟兄姊妹我再說一次 神要在教會做的事 就等於神要在你的生命裏面做的事 教會能夠發展 是因為你的生命能夠發展 教會能夠接觸到更多未信主的人 是因為你成長了 是因為你的愛心多了 是因為你的偉心 是因為你願意服侍的心多了 以至到今天我們多了一個弟兄姊妹 或者兩個弟兄姊妹 或者三個弟兄姊妹 現在一起出去探訪 最後探訪的人數越來越多 是因為我們成長的弟兄姊妹越來越多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嗎 神除了要我們管理我們的生命之外 神除了要我們管理我們的家庭 我們的工作之外 神亦給了我們一個很崇高的使命 我們是要服侍教會 我們要去參與神在這個教會裡 他本來已經定了的計劃 所以弟兄姊妹,當教會 當神的計劃一直向前走的時候 我們要問自己一個問題 就是我的屬靈生命 有沒有同步的成長呢 還是有一天我們會發現 原來我們身邊的弟兄姊妹 全部都成長了 當有一天你回到小組的時候 當我們要講見證的時候 我們聽到每位弟兄姊妹講見證 都是今天發生的,昨天發生的 上個禮拜發生的 但是當輪到你說這個見證的時候 你很強行才找到兩年前 你經歷了神一點的事情 或許這個經歷是很大的 或許這個是你生命一個很大的成績 但是弟兄姊妹,這個是舊的了 這個是過去了 所以我們要問自己 我今天,我昨天,我上個禮拜,我上個月 我和神有什麼經歷 如果你真的想不到的話 我祈求神給你一個新的開始 我祈求神給你一個新的開始 我祈求神給你知道 祂要你做什麼 祂要帶你去哪裡 弟兄姊妹,好嗎?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新的見證去講 也代表你和神的關係已經過了期了 已經過了期了,弟兄姊妹 這段感情已經過了期了 已經過了期了,這段感情 但是我們今天在神裡面 可不可以有一個翻身的感情 可不可以有一個翻身的 和神一段的關係 我們不要再看之前的好或者不好 我們要集中我們前面要走的路 讓我們一同唱這首詩歌去回應,好嗎? 讓我們一心一意地去跟從神 前面有什麼困難都好 神都會給我們能力 讓我們一同一站 我們一同一站 我們去唱這首回應的歌,好嗎? 就是我一同您快來隆 風 somebody qui如果 punch 明天有什麼衝突 Napole 那你會不 throne這一島 你回去 joystick 讓我不隆看 到你快便 喝什麼 否有雙想的 以我由耶稣做伴 不再回头看娘 不懂这是万人 与心意义的随住 与其的人家 不再快乐男人 就是我力量的 与主也许呼吸到天长 不再回头看娘 不懂这是万人 与心意义的随住 与其的人家 不再快乐男人 就是我力量的 与主也许同行到天长 不再回头看娘 不懂这是万人 与心意义的随住 与其的人家 与其的人家 不再快乐男人 就是我力量的 与主也许同行到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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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日 选与富少 并不再れた 也许同行到天长 与主和风 的也许同行到天长 与天长 与中心意义的随 compat Aye 与民善 你 他就哭得很厲害 他跟我說, 他不記得 對上一次, 他老公是何時拖過他 接著我就拖住伯伯的手 也拖住伯伯的手 我們六個手一起拖住, 我們討告 我跟他祈禱, 伯伯, 伯伯 你們很久沒有拖手了 不如從今天開始 每天都拖手好不好 你也給我拖住你們的手 我和你一起祈禱 希望神可以再一次 將你們的愛再一次典現給你 弟兄姊妹, 如果你今天發現 你已經是這一對的公公伯伯 我願意為你去討告 祈求神在你們關係的裡面 再一次有新的事 有新的愛心 有新的火化 有新的美麗 弟兄姊妹, 如果你是我剛才看到的景象 你覺得你自己的猴子 在你的生命裡 你抓住了這個罪 你不肯放手 以至到今天你的生命 你是受困擾 你願不願意向前走 你是要捉住這些罪 如果你是像這個猴子 我也會為你去討告 祈求聖靈今天給你能力 放開這個蘋果 當你放開這個蘋果的時候 你就會經歷你的生命 再一次得到自由 神再一次釋放你的生命 讓你成為一個能夠成長 有自由的基督徒 兄姊妹, 我想為你去討告 因為你和神的關係 已經過了期了 已經過了時了 今天和明天 你仍然是依靠你昨天和神的經歷去維持 兄姊妹, 你在吊鹽水 你的身體已經沒有屬靈的養份 你是靠著你過去的養份 去維持你今天的生活 兄姊妹, 如果你已經在屬靈上吊鹽水 我很想為你去討告 祈求聖靈給你新的開始 新的見證, 新的能力 讓你今天是活享今日 和活享明天 而不是活享我們的過去 我們一起討告, 好嗎? 三個討告很簡單 我們結束了 主, 感謝你今天聖靈大大對我們的說話 主, 我想為到在座的四 不是三批人, 是四批人討告 第一批我想為到在座的 好像剛才我所說的老夫老妻去討告 主, 這些夫婦已經很久沒有拖手了 已經幾年了, 十幾年了, 二十幾年了 主, 有這個夫婦好像一同經營這個家庭 好像一同夾錢開外賣檔一樣 但神, 我們不要這樣的關係 主, 我們要愛的關係 神, 求祢幫助我們 不論我們是弟兄也好, 我們是姊妹也好 我們再一次重拾這個愛心 去拖住我們伴侶的手 主, 求祢幫助我們去擁抱她 求祢幫助我們去疼她 去拖住她的手 主, 叫我們在人生裏面 不論我們走到什麼階段都好 我們都可以繼續的拖住手走下去 在神裏面我們互相支持, 互相鼓勵 主, 因為這個老公, 這個老婆是祢給我的 如果她是祢給我的, 我要盡我能力去愛她 神, 求祢幫助我 再一次的去拖住她的手 神, 也都想為了在座的 這個猴子去討告 有這個弟兄, 有這個姊妹 好像這個猴子一樣 她被罪去捆綁, 她不肯去放手 最後承受這個不肯放手的代價 聖靈, 求祢給我們看到犯罪的後果 犯罪的代價 也求祢給我們這個能力, 她真的要放開 當我們放開這個罪惡的時候 我們生命裡面, 就能夠得到自由 第三個月的位度, 求祢幫助我們 在座的基督徒 我們的實靈生命好像醫院一樣 釣在鹽水 主, 我們今天, 我們每天的力量 是依靠我們昨天和祢的經歷 主, 或者是一年前的經歷 主, 我這個禮拜, 我今天 甚至我在這個月裡面 神, 我真的無法經歷你 神, 求祢幫助我 求祢告訴我 為何我會這樣 求聖靈祢給我新的經歷 求聖靈祢帶領我 求祢容許這些事情發生 讓我可以看到 神, 你仍然是掌管我的生命 很希望有一個機會 去依靠你 最後一批 為弟兄姊妹祷告 為了侍奉的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神要給你新的意象 神要給你新的能力 神要你進入一個新的崗位 求祢幫助這些弟兄姊妹 有新的衛生在你裡面 祝我們感謝你 聽我們這樣的禮拜 是奉主的命求 Amen 最後我們也領受 從上天而來的祝福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 願父神的慈愛 願聖靈的感動 聖靈的能力 尚願我們眾人同在 從今天直到永永遠遠 願主祝福每一位 最後如果你要留下託告 你可以留下託告 如果要離開 正正離開就可以了 願主祝福我們每一位 就能 cruise 不會不想要 讓我離開 不會不想要